第六題,小蘭將乾燥的砂紙放入兩桶內,砂面刻度為48.0毫升,清澆兩桶後,砂面刻度為46.0毫升,接著倒入50.0毫升的水,水面的刻度為91.0毫升,水面下的砂面刻度為45.0毫升,則砂紙真正的體積為下列合者。 題目寫的毫升,就是答案的所謂的立方公分,一毫升就是一立方公分,我們今天砂紙倒下去之後會有空隙,原來是48.0毫升,敲一敲之後變得比較緊密,但是呢還是有46.0毫升,所以現在就是砂紙加上我們的空隙,我們是46.0毫升,然後呢我有個水,叫做50.0毫升, 把我們的水倒進去之後,砂紙的空隙的空間都會被水填滿,所以就沒有空隙了,那麼,但是呢還是會有一些被水,原來的空隙,但是現在水填滿在裡面,所以會有一個,所謂的下面下的刻度,但是我們知道,現在的水,加上我們的砂紙,是91.0毫升, 因此現在問我們說,我們的砂紙有多少,就可以,從我們的敘述當中,就可以看出來,就是我們的水加砂去減掉我們的水,也就是41.0毫升,所以,第六題問我們說, 則砂紙真正的體積為下列合者,我們答案選的是A,41.0毫升公分